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今天呢,很開心的我們來到了和晴的健康共生宅 那在這邊呢,剛剛我們這樣繞了一圈真的是超棒的 看到很多很棒的來這邊非常放鬆出事的一些空間 那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這邊的主人 也就是我們的李柏,我是李總 李總跟大家打個招呼 馬尼好,還有在線上的民歌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柏憲 剛剛呢,李總跟我們增加了這邊很多很棒的空間 然後我們很好奇想要問一下李總說,想要瞭解說當初的這個共生宅 這塊地點它是怎麼來的 其實在,我們應該在107年的時候,我們花了蠻多時間在造適當的努力 那它整個在營運上,剛剛還有指示還沒有多的資金 所以它需要把這塊地點出來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機緣,所以我們就來做懲戒 那從原口的老化,一直到我們整個小平屬的這個空間 一直到相關的共生跟生態的這個角度 我把這三個的組合形成,目前我們所最大的共生在 那這個都是在106年我們做的這個產品來做測試的時候 我發現也好像是可惜的 那剛好又有因緣的機會這塊地 那我們比較能夠聚焦,來把這個產品做一個集中 剛剛有提到說,其實目前正值的東西你看看它是一個旅館的形態 只是說,因為有這樣一個旅館像高規格蓋的話 那其實裡面的所有的安全啊,或者是整個設施設備 它都是用旅館的東西去做的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在一開始在架構的時候 有做了非常多的模擬喔 當如果不再是不再去做資產擁有的時候 可能如何讓你的資產可以有投資又活化的這個條件 我們大概也在共生在裡面 有把這個觀念給導入進來 所以旅館其實在這個概念上就很明顯的 我覺得非常適合這樣的事情 就提議單位這一段 我們在早些時候 很多我們就有開始跟我們做接槍 那但是我們經過一輪 第2輪、第3輪的接槍 我們發現其實有一大重複是 因為當民在跟大家提到 我們的整個在提供的客群跟高運有關 那包括跟未來的這個銀法樂輪的需求 非常多的這些技巧國營運單位 打退場 對 因為你們當初找的應該也是稍微有一點 骨盡這樣 還是是完全沒有效果 我們這樣講喔 台灣現在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 對於高齡海嘯 它沒有辦法理解這個對它的衝擊有多大 所以包括我們目前所有的營運單位 我給我講的是外部的營運單位 這些相關的店家 當我在提到我們共生在裡面的時候 如何讓它來這裡面跟一種互動 如何它來提供這個需求者的服務 那這裡就有很大的重複 包括它個人對於我們剛剛所看到的旅館 要不要有扶手 廁所裡面要不要有服務的障礙 那是不是一定要非得到這些東西 它都比較從它的營運成本來考慮 那它沒有辦法去發展了資金的時候 整體來說就會變成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會變成我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最後找到一個屬於妥協的版本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找了一些 他在業界這樣的禮物 都是有經驗、有專業的這些伴 他來擔任我們經營的人 那我們給他一個基礎品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共同來合夥來做這些資金 所以這樣一個形態裡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 新建過程當中的成本 然後轉成 來跟他做一個合作 我是要住進來的租戶 他們真的在這邊有非常多多元的空間可以使用 然後也有很多活動可以參與 那我最好險的是住進來 一個人在一個房間的租金是怎麼算 目前我們比較屬於常住的房型有兩種 一種是月貨大概是八坪 那另外一種大概是十二坪到十五坪的產品 那八坪的產品就是一個房間 那就浴室 算比較獨立套房 對,比較獨立的套房 那另外一個是一房一廳 大概十二坪到十五坪 我們整體來說 考慮到他住進來 各方面的這個設備 我們都一次性能把它提供 所以可以簡單的算 約末一坪大概是四千塊的這個金 所以如果是八坪的話 大概是一三萬塊 那其他的一樣就是 按照他的全能 可以在成本上 這個四千塊 帶到他們住進去 那這個部分我剛剛提到的 還有另外一個面向 是因為空間的使用 他們的進來 除非自己的人在住 假如有必要的話 不管他的康務工 或者是他的家屬 都可以來這邊做居住 所以沒有協定做非一個人 但就很簡單 該有的家具 社會全部都用了 就是讓他 如果有提想進來 就可以在這邊住 所以剛才有一支獨立的套房 還有一支獨立的套房 還有一支獨立的套房 一支獨立的套房 那現在其實 應該說主要一支獨立的套房 還是兩個長輩進來住 是不是比較大 喔對 就我們目前 大概的客戶進來的很確實 他都比較偏向是 一個人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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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因為一個人就比較 在家裡可能沒有人照顧 所以 確實 我覺得這個是很主要因素 我們如果從長根養生素的數據來看 約莫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都是單身 然後約莫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都是女性 OK 所以 目前我們生素的人 都是一樣 都是阿姨比較多 對 然後阿姨比較 大家這件事比較需要批判這樣 那可能我覺得他們比較 會懂得去照顧自己的身體 但是可能比較 每天會獲自己的健康 所以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概念還蠻不錯的 因為在這邊提到說 其實他們住進來之後呢 你們還有幫他們想到 額外可以做小產的收入的方式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就是用這個移房 養老的方式嘛 那再來就是用包庫帶完 那最後呢就是用 就是高齡者他們來這邊 有一個再就業的這樣一個 一個機會 雖然那時候 當時你們想到 這三個方式的融合 要這些 住進來的租戶 他們有一個更安心的 這個現金流的來源 這個想法是 經營租利市場來 而來的經驗嗎 其實我們最主要一開始 是因為這一塊土地的興建 需要有一檔的支持 所以我們跟合作進步來合作 那合作進步在近幾年來 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商品 我覺得算是 推廣來的百分之一 第一個是你剛才到 第二不是還很新的 那以剛兩島這件事情 逆向抵押設定 就我們發現要入住的長壁 他會有一個比較高度的 一些問題要處理的 其中有一個部分就是 他的資產 那這個資產 就我們剛出現的方式來思考 我似乎是因為 他要來我這邊住 我如果要給他的服務室 有一個一條龍的情況下 就不需要進去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透過 合作進步控制那體的 偵向體壓設定 就所謂的禮板養老 讓他可以把這個房屋 拿來做影響體壓設定 然後有固定每個月的錢 可以拿來做壓倒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這個房子既然 他已經也做了滿養老 在整體來說 他有沒有住在這裡面 所以閒置的空間 在利用的情況下 他可以做到包住代管 所以我們也試著 跟包住代管 他可以來合作 像我們這個長輩進去的時候 他有包住代管的業務還幫他做 那第三個是延續上來 剛剛前面的兩個營收 他可以把這個錢 拿到盤獎新多 對 最後 他入圖到這裡的時候 前面的這兩個 費用跟盤獎新多 他可以從盤獎新多 國立合國 費用給他自己 好 其實他目前為止 都是比較偏 所謂的 在經濟面跟他的這個 老婆所中 有一個助手 但最後其實有一次 老婆所用的部分 他來到這裡 他的生命意義 不是直接只有 找一個愛整理的地方 對 或許其實在這裡 我們也有相關 相對的無限工作 他可以採用 那這樣的概念 他從剛剛 以防養老 包住代管 包關 一直到這邊的 相關職業的職務的提供 對 他其實整體來說 解決了他 經濟上的絕大問題 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我覺得會比較讓他有經濟 也比較確保 不至於說 只在那些 養老 然後等著 好像一直到他的種生 種苗生物經濟 所以到來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 像那些祖父來 他可能可以在這邊 然後去 呃 擔任某一些的職務 對 然後透過這個職務的部分 可以去檢驗到他這個 推進的部分 對 對 所以他們來說就是一個 就是又有事情做 對 然後同時我又有一些 小小的 這個 一些修復這樣子 對 如果我們從 湯天亮的職務 跟 潤府來看的話 對 他們的人力的招募 大概分了兩大類 一個是他們的內部人 對 一個是外國人 嗯 內部的 內部的人力約莫大概是 二十個房間 一個人的人力 那另外如果是屬於外部的人 分別大概是 因為屬於房間一個人的人力 整體來說 即便我們這裡有分成 內部跟外部 那內部的部分 我們比較偏重一點 和主要的共同內容 第一個是 這個 呃 鄰法生活助理 鄰法生活助理 它比較偏向是相關家的概念 對 那從這裡延伸出來 還有一個部分是 旅館的 客房服務這一段 所以 鄰法客房服務 就是另外一段 比較純粹 針對 對 那如果還有一個部分 是外掛的 就直接跑到 剛剛講的 居家醫療 居家護理 居家服務 這些都是主要 從外圍 因為你有需要 它進到這裡面 來提供 你服務的 那其實這個都是在整個 我們提到的 社區園節裡面的 最多運動 嗯 最多就是一個品牌 讓這些好的 優質的資源 其實都可以進來做 對 對 嗯 現在人科老化 它真是一個 不可逆的趨勢 但是我們今天來到 鳳生宅這邊呢 我們看到很多 很有別於以往 觀念的養生圖的概念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李總 來為我們做一系列的介紹 那 對這個鳳生宅有興趣 然後想知道更多資訊的朋友呢 也歡迎來留言給我們 跟我們更多的交流 那今天到今天了 拜拜 我們這是一個 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將最Sty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喔 在幫我做過程 我們都可以按照 我們只要訂閱 做一個叫做什麼 reconnect 都可以按照 你在這是什麼 你等一下